欢迎收看后盾网视频 请记住我们的网址 3w.后盾网.com 免费下载高清版 请登陆后盾网论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后盾网视频教程 这一堂课我们来讲一下日期和时间的处理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时区的概念 讲日期和时间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下时区 什么是时区 那么我们在一些酒店 或者说档次高一点的宾馆 我们会看到在墙上挂一些时钟 是不是 比如说伦敦的时间 然后英国的时间 美国的时间 等等这样的时间 那么在世界范围内 我们时区划分24个时区 那么他们之间是01到23个小时 这样的间隔 那么世界无线电组织呢 有一个时区的表示方式 UTC 通用协调时间 这是世界这个无线电组织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时间 还有我们经常听说的什么 格林维治时间 GMT 那么这两个时间啊 都与什么英国的本地时间 英国伦敦的 与英国伦敦的本地时间相同 他们几个都是相同的 他们都在哪一个时区 零时区 那么我们这个中国呢 我们北京时间呢 是哪个时区 东八区 那么这样就会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时间 和与零时区会差几小时啊 会差八个小时 相差八个小时 相差八个小时 那么我们先打印一个时间啊 比如说我们先date echo一个 我们打印出一个时间 这是86克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什么 2011年4月18号 7点11分 但是我现在的时间呢 是多少 2011年这个日期 肯定是对的啊 现在时间多少 是3点下午的3点11分 他们之间差几个小时 差八个小时 对不对 为什么我在我的 我这台电脑上打印出时间 要与我本身的电脑时间 差八个小时呢 因为我们php 默认采用的是什么 默认采用的时区什么 零时区 是不是 零时区 那么我刚才说过 UTC代表什么 通用协调时间 是不是 世界无线电组织 这样的一个时间 然后我们的GMT呢 是什么 是格林维治时间 然后我们英国 伦敦的本地时间呢 都是属于零时区 对不对 那么我们北京时间 采用的时间是哪个 是东八区 所以我们会与它相差 几个小时 相差八个小时 那么有的学员会说的 老师我们这个 这个中国国土面积这么大 为什么只有一个东八区啊 其实我们的时间区域啊 中国应该是跨 东五区 一直到东九区 是跨这样的一个时区的范围 但是我们国家呢 为了保持这个时间的统一啊 就没有 没有按这种时区来进行时间的布置 我们统一采用了东八区的时间 也就是北京时间 全国都采用北京时间 是不是 东八区 虽然啊 虽然比如说像一个大连的学员 比如说我们大连的学员 是不是 大连学员可能夜里11点 夜里11点 他应该是或者说夜里10点吧 应该是黑天了 是不是 但是在我们新疆呢 在我们新疆还是什么 还是白天 是不是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时区不同啊 他们之间有事有这个 呃 时间差的 那么可能差几个小时 是不是 所以说 在我们这个这个东部区域 可能说是天已经黑了 然后西部 西部区呢 可能还是白天 因为他们之间要差几个小时的时区 或者说他们之间是属于不同的时区 但是我们国家呢 为了呃 统一我们采用了北京时间 都是以东八区为准 那么我们在这个呃 设置环境的时候啊 只要设置成东八区就可以了 就可以代表我们的标准的北京时间 是不是 那么比如说在国外 可能会有一些什么 下令时 有下令时这样的区分 那么我们国内没有啊 下令时的作用什么 就是一是这个 可以让人们正常的这个 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来 足够的时间利用日光 这是第一为人的身体考虑 第二一点呢 就是说我们在下令 采用下令时的话 可以大量节约能源 这是下令时 但是我们国内没有采用啊 如果说国内采用下令时的话 那么肯定会非常大的这个节省能源 但是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采用 所以说程序中 如果说考虑到下令时的这样的设置的话 我们就不用管它 不用管它啊 因为我们国内没有采用这个下令时 所以说也不用调时间 那么这就是我们时区的概念 我们在PHP这个开发环境 PHP默认为我们采用的是零时区 那么我们做网站 我们不可能说什么 我做完网站放上去之后 让我们的一个用户 国内的用户看到了时间 不可能说让他与这个 实际时间要是差八个小时 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要把时间调回来 就相当于你比如说你出国 去伦敦买了一块手表 你把这块手表在伦敦买的时候 肯定是显示伦敦的时间 是不是 可能是零点 那么你拿到了北京之后 你是不是要给他调整北京时间 对不对 那么我们用PHP也是一样啊 我们用了PHP产品 那么他是他的时间什么 他的时间是这个零时区的时间 那么我们如果说做国内站的话 那么怎么样 我们肯定把它时区要调一下 是不是 调成我们国内用户时间 这样我们呃 用户来看到的时间 就是与他电脑上时间是一样的 是标准的北京时间 那么我们怎么来调呢 第一种方式 我们就是修改什么 修改PPP的II中 我们就改这个这一块 默认的日期这个时区 那么如果我们要把它改成国内的北京的这种东巴区的话 改成东巴区的时间 就是我们国内的标准时间的话 我们只要把它改成什么 PRC PRC代表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啊 改完之后 修改PHP的II一定要重启这个服务 然后我们刷一下 大家现在观察一下时间 变成了多少 15点 是正常时间 与我们电脑系统中的时间 是完全一致的了 对不对 是一致的 是15点 那么我们呃 这个时区啊 我们可以改N多种方式啊 比如说我们改成ASIA ASIA 改成多少 改成呃 上海 这也是东巴区保存 我们再重启一下 刷新 是不是 也是一样 你还可以改成什么 重庆 重庆 还可以改成什么 乌鲁木齐 都可以啊 都可以 我们可以把时区改成 在PSP.I中 我们可以改修改时区为 嗯 PRC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有ASIA 重庆 还有呢 ASIA 上海 乌鲁木齐 都可以啊 这几个都可以 都代表什么 东巴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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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有一些情况啊 我们可能说没有权限改的一个 P.I 比如说 呃 你购买了一个虚拟主机 你有权限修改这个环境配置文件吗 肯定不可能 是不是 因为你这台服务器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的 你这台服务器里面可能放的是N多个网站 是不是 N多个网站 是不是 那么有一些网站 他可能说做有一些可能说这个学员 他可能是做一些国外的网站 是不是 可能有一些有一些学员呢 可能是 有一些用户可能是做的国外网站 有一些用户可能就是可能是做的是国内网站 所以说你没有权限修改PTB.I 你没有权限修改它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们可以用一个系统为我们提供的一个函数啊 来进行修改 而且大家要养成这修改时区的这样的习惯啊 比如说你做完网站 那么你可能说现在呃 国内要是买空间的话 可能要ICP.I 是肯定是要做的 你可能要说ICP.I 还要拍照 还要上传 上传这样的一些一些用户资料 你才能得到这个ICP.I 号 那么可能说有的学员 我不愿意这样 等待的一些这样的时间 不愿意搞这样麻烦的操作 你是不是可以跟可以购买什么 美国空间 是不是 你可以购买美国空间 美国空间 虽然说在速度上有一些差异 但是他可以为我们解决很多事 不用被按了 是不是 不用被按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要修改时区啊 你肯定要修改时区 但是美国服务器那个 PT.I能让你修改吗 不能是不是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是什么呢 Date Default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获得时区 GET啊 大家看最后面是GET Echo 我们可以得到当前的时区 刷新 上海 是不是 我虽然现在改成了什么 UTC 但是我没有重启这个 Apa期 所以说这时间还是不变的 我现在重启一下啊 刷新变成UTC了 是不是 通用协调时间 是不是 那么假如说我们 刚才有点遗漏啊 假如说大家在这个 呃 这个 PT.I中修改了时区 比如说你随便修改了一个 错的 是不是 这是会怎么办 重启啊 刷新 我们看到一堆警告 是不是 我先把这警告先关它啊 先把警告先关它 我把错误报错机 报错全部清空 不要求报错 刷新 我们看到什么 UTC 是不是 虽然我这块 你看我再重启一下啊 虽然我的PT.I设置的是一串 乱七八糟的 肯定不是一个时区 是不是 但是我们等办 它会 当你这个时区 如果说设置有误的话 那么它就会默认采用什么 标准的零时区 标准的零时区啊 UTC啊 GMT啊 还有英国伦敦的 这个本地时间啊 都是零时区 是不是 那么与我们相差八小时 只有当你设置正确的时候啊 PRC 它才会显示正确的这个时间 当然我们要重启这个服务器 所以说有的学员可能说 老师我设案时区之后怎么不变啊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你设置错了 设置错了 是不是 那么这样就变成什么 正常的时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是不是 下午三点钟 是我们东八区的标准时间 与这个零时区差八个小时 好 这是我们获得时区 可以通过这个函数来获得 那么呃设置呢 date default 比如说我设置成prc吧 是不是 你看我们刷新一下 把这echo注释掉啊 设置成功会返回1 我们不要返回值了 prc 那么我们现在把它先改成一下什么 utc 改成通用协调时间 然后我们重启服务 你在apax里面进行这个prc.i 进行修改之后 一定要重启服务啊 刷新 现在是什么 我们第一次获得的什么 是服务器的prc.i 那种时间 是不是 然后之后呢 我又把这时区进行修改了 修改成了东八区 那么我们再获得一下 iq一个 date default 时区 get 加上一个换行吧 刷新 变成了prc 是不是 变成了prc 那么我们再建一个脚本 比如说再随便建一个 啊 这个psp吧 我在这里面再设置一下 再获得一下 a.psp 是什么utc 是不是 这86呢 我们改成是prc 也就是说 这个时区 这个函数 你设置的范围 只影响当前脚本 只影响这个脚本啊 只影响这个脚本 不会在其他页境影响 是不是 除非你把这个文件引用过来 比如说 include 我们把86点php 引用过来 这时候我们看一下 a这个 thephp的时区 刷新 prc了 是不是 它会显示prc了 那么我们得到结论 就是说 我们在php的nii中 设置的时区 它会影响到所有脚本 那么我在某一脚本 这个设置的时间呢 只影响当前执行这个脚本的范围 当前执行这个脚本的范围 这是我们通过 date default time rule get可以获得时区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函数呢 可以设置时区 那么时区呢 我们要东巴区的话 就是prc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有重庆啊 上海乌鲁木区等等 这些都是一样的啊 都是这个东巴区 虽然我们这个 这个国内啊 它这个 跨了五个词区 但是我们这个 统一采用的什么 东巴区的时间 东巴区的时间 虽然跨了五个时区 但是我们统一采用的是 东巴区的时间 所以我们设置成这样就可以了啊 那么我们现在就知道了 这个我们可以在 pdp.nii中可以设置时区 然后针对你这个脚本 我们也可以设置时区 是不是 所以这样我们假如说 你这个空间是买的虚拟服务器的话 虚拟主机的话 你没有权限修改pdp.nii 你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这个函数 来进行设置了 你只要把这一个函数写在哪里 把这一条语句写在哪里 写到一个配置文件当中就OK了 所有页面载入这个配置文件 不就可以了吗 对不对 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更改时区 然后让我们显示的时间 是我们标准的东巴区的时间 好 我们接着来看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unix时间戳 这单课理论知识比较多啊 但是也非常好理解啊 unix时间戳啊 我们看什么是unix时间戳 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它 它有什么好处 我们来分析 先看一下啊 我们unix 我们时间戳的范围 时间戳用什么表示啊 时间戳用32位的二进制来进行表示 这来表示 那么32位二进制的表示范围是多少呢 2147483648 这无数位啊 这个单位无数位啊 它的复值从这一直到正的 2147183648 就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呃 表示范围最小值和最大值 那么表示的具体时间呢 是从1901年 几月几日啊 几月几日我就不写了 几月 某日 某时某分 到什么 2038年 那么我们在一些教材上 或者说在一些这个老师会说 这个unix时间戳是多 是从多少啊 1970年 1月1日 1970年 1月1日 1月1日 零时 零分 零秒 是不是 从这个来表示 为什么我们 这个时间戳的表示范围是可以从1901年 而我们这个 呃 一些教材上 为什么说unix时间戳从1970年 1月1日呢 那么1970年 1月1日 叫我们叫做unix 实际元 那为什么这样来表示呢 我们基本实际 为什么要从1970年 1月1日开始呢 因为在一些windows系统当中 在windows系统 还有一部分 一部分 unix 许系统当中 它无法表示负的时间戳 它无法表示负的时间戳 所以我们unix时间戳规定从什么 1970年 1月1日 也就是unix 纪元年开始计算 到你指定时刻所经过的 到指定时间所经过的秒数 那么我们现在就知道了 我们的时间戳范围 是从负的2147483648 一直到正的2147483648 它表示 可以表示的年限范围 是从1901年的某月 某年某月 1901年的某月 某日某时某分某秒 到2038年的某月某日 某时某分某秒 但是我们windows系统 还有一部分linix系统 它不支持负的这种 这个时间戳的表示方式 所以怎么样 所以我们就采用 以unix四季元年 也就是说 1970年1月1日 零时零分零秒 开始计算时间 那么这样的时间 我们叫什么 叫unix时间戳 比如说今天是 20 我看一下啊 2011年4月18日 下午3点36分 是不是 或者多少秒 我们想得到这样 当前这个时间的时间戳 比如说我们想得到一下啊 刷新 我先把这个 846克 刷新 我们是不得到这样一串数字 是不是 这就是时间戳 这是什么 是从1970年 1月1日 零时零分零秒 到我现在的时间 2011年4月18号 下午3点37分 然后多少多少秒 所经过的秒数 一直到现在 目前 时间 所经过的 秒数 这就是 Time会获得这样的时间 出现 那么比如说 你想获得其他的 其他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想获得一下 ToTime 2008年的 6月8日 刷新 我们是不是也得到一串数字 是不是 一串数字 那么这个时间 就是从1970年 1月1日 零时零分零秒 UNIX四季元年 到2008年6月8日 所经过的 秒数 所经过的秒数 那么我们通过UNIX时间戳啊 计算起来 就是非常方便了 这就是 这就是UNIX时间 这个优点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把它 保存成 Dollar 嗯 Old Time 旧的时间 然后呢 我们获得一个 NewTime 新时间 是我们当前的时间 是不是 是不是 IQ 一下 这个是我们当前的时间 当你看 我们刷新一下 它后面的秒在变化 是不是 是不是 后面的秒在变化 好 好我们来算一下吧 我就不取这个时间了 我取一个 比如说是 嗯 新时间 或者是T2吧 然后呢 这叫T1 这T2 2011年 比如说4月 嗯 11日 我计算一下 2011年4月11日和2008年 这个6月8日 它们之间 差了多少天 我们是不是非常方便的计算 只要怎么来计算 把它们是不是现在我都转化成时间戳了 只要T2 减掉 T1 是不是 把它们再除以 除以60 是多少了 是分 再除以60呢 是小时 对不对 再除以24 和只要返回 刷新 它们差多少 1037天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利用力 用力时间戳 非常方便的进行计算 因为我们知道 用力时间戳表示的是秒数 只要我把这两时间差异相减之后 中间得到的是 它们之间相差的秒数 是不是 你要除以60 就是得到了转化成了分钟 再除以60呢 转化成了小时 再除以24呢 一天24小时就转化成了天 对不对 那么假如说24不除的话呢 我就除了60 代表它们之间相差的小时数 是不是 代表是它们之间相差的小时数 那么假如说我除以24 再除以30呢 代表什么 它们之间相差的月数 是不是 那么我除以30 我再除以12呢 代表什么 它们之间相差的年 是不是 所以说 用力时间戳 我们计算起来就特别方便 这是一个它的一个优点啊 一个优点 计算起来非常方便 便于计算 那么第二点呢 我们知道 这个优点时间说是从什么 从1970年 这个1月1日的零时零分零秒 到我们指定时间所经过的秒数 是不是 那么这个时间是死的 是固定的 所以说它什么 不受你操作系统的影响 你在哪个操作系统 只要是它支持这个用力时间戳的话 怎么办 得到的值是相同的 得到的值是相同的 因为什么 因为我得到是从1970年 1月1日到 我指定时间所经过的秒数 这个时间是固定死的 所以是不管任何操作系统 只要它支持用力时间戳的话 都会得到一样的值 是不是 所以这个 这一点是来说 对我们跨平台 跨平台来说是非常好的 那么我们来接着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样获得时间 我们先讲几个函数啊 Time 刚才我们已经使用过了 是获得什么 当前的时间的时间戳 当前的时间戳 我们可以通过Time 这个函数来获得 当然我们获得 这个时间戳的方式 有很多种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函数 MakeTime 可以获得时间 我们刷新一下 就是一样可以获得时间 那么我们在这块加上一个 嗯 换行 当然MakeTime不止可以获得时间啊 我们一会儿来讲 来 讲它的这个其他的功能 我们还可以用什么 Date You 刷新 是不是 都可以获得当前的时间戳 对不对 当前时间的时间戳 都可以通过他们来获得 但是相对来说啊 如果你想获得当前时间的时间戳 只要用Time就可以了啊 Time就可以 那么MakeTime 我们可以用MakeTime来做些什么工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MakeTime 通过这个单词啊 就是它是制作一个时间 比如说 把一个日期转换成时间戳 我们看一下 我们可以可以输入MakeTime 10分秒 月日年的格式 比如我们输入一个两点 嗯 比如说是 嗯 3点 10分 32分 嗯 秒是45秒 月 7月 日 8日 年 2009年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10分秒 月日年的格式 来制作出一个unix时间戳 刷新 把前面这个时间戳关掉啊 刷新 是不是 那么我们再把它转换成这个标准的时间 Date 年 月 日 时 分 秒 传入这个 我们可以把它定义到一个别量里了 T里 然后在连接上 DollT DollT 我们来刷新一下 2009年7月8日3点32分45秒 2009年7月8日3点32分45秒 对不对 那么make time 我们可以往里面放入一个标准格式的时间 呃格式的表示方式呢 是10分秒月日年这样的格式 然后呢 可以得到这个时间的 呃 它的时间戳 也就是说从1970年1月1日 呃 040分0秒到2009年这个7月8日3点32分45秒所经过的秒数 我们可以通过make time来获得 如果你不传任何参数 它会得到什么 当前时间的时间戳 那么它就与什么time是一样的了 或者与date u是一样的了 都是得到当前时间的时间戳 那么我们一般情况下 呃 如果要获得当前时间的时间戳的话 我们就用time就可以了 不要用make time 那么如果你想把一个时间转换成时间戳 你可以用make time来进行制作 那么格式呢 就是10分秒月日年 10分秒月日年 那么这是我们的make time 那么与make time类似的函数 还有一个什么 gm make time gm make time什么 取得gmt 格连维致时间的 这样的这个 返回出一个 也就是说返回一个零时区的时间 零时区的时间 那么我们这个make time 是不是 这个它是以我们当前设置的这个时区为准 是不是 我当前脚本没有设置时区 那么以pdp.i这个时区为准的 那么我们可以更改一下 比如说我们给它设置成date default time set 给它改成一个prc 这是我们刷新这两期 我们把这个date先注释掉 刷新 那么上面呢 是我们得到的什么 上面我们得到的是 2009年7月8日3点32分45秒 它这个时区范围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东部 中华区的时间 是不是 那么我们把这一块 这个时间再返回给这个gmt make time 我们刷新一下 我们刷新一下 那么下面就返回是返回的什么 格林维治标准时间的 也就是说零时区的时间出 是不是 同样是这个一个时间 但是因为他们表示这个时区不同 是不是 所以中间会差几小时 会差八个小时 那么我们来除一下 比如说把这个换成Dollar T T2 那么我们echo出Dollar T2除以Dollar T 减掉Dollar T1 Dollar T1 这得到什么 它们两个时间相差的秒数 是不是 那么我们再除以60秒 得到分钟 再除以60分钟 得到小时 我们看一下结果 可以加上一个回车 刷新 得到8 是不是 未定义的变量 T1 得到8 是不是 因为我们肯定得到8 我们东巴区 以格林维治的零时区 肯定是差8个小时 是不是 所以得到8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就是GM make time 是以格林维治标准时区 也标准时间 也就是零时区 来对我们这个时间 进行这个计算 返回出零时区的 这样的时间戳 那么因为同样是这个2009年的7月8日 3.32分45秒 同样是两个时间 那么我们的中国时间 和与零时区的时间 他们两个时间是差8个小时的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时间戳 是不是 是差8个小时的 是正常的 那么这就是这个GM make time 它是以零时区来得到 这个格林维治时间的 这样的标准的时间戳 那么make time 是以你这个当前设置的 这个时间区 这个时区来得到 相应的时间戳 那么如果大家想得到 通过这个格林维治标准时间 也就是零时区来 来得到时间戳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ZM make time来获得了 好我们接下来看 我们来看str2 time 这什么把制服串转换成时间 是不是 把以英文格式输写的时间 转换成这个时间戳 比如说我们转换成2011年4月9号 或者说把它转换成$T3 然后我们输出到了T3 刷新 得到了一时间戳 是不是 那么我们再把时间戳返回一下 echo date 年月日十分秒 把到了T3返回 加上有回车 刷新 2011年4月9日 是不是 因为我们没有设置时间 所以说是0.0分0秒 是不是 这块不用管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设置这样时间 凌晨1.2分3秒 刷新 我们也可以这样设置时间 那么我们就看到了 通过str2 time 这个函数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把一个英文格式的制服串 这个制服时间转换成标准的这个时间戳 那么时间戳还是与你这个 这个得到的时间戳 还是与你当前脚本所设置的时区有关啊 当前脚本所设置的时区有关 那么假如这个制服串 我们传递一个英文单词 itr to time no 代表当前时间 刷新 然后我们再与我们的time对比一下 刷新 两个时间戳是一样的 是不是 也就是说我们传入英文单词 no的时候就获得了当前时间的时间戳 那么如果我 我们要获得当前时间时间戳啊 还是用time函数啊 会更方便一些 好 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用单词 比如我获得一下 2008年的5月8日吧 6月8日吧 2008年 日月年 我们在浏览器里看一下 我把这个先传递给一个$T5 我们iq出到了T5 刷新 我们走到那个时间戳是不是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时间戳转换成个标准的时间 就是说我们使用这个时间戳 我们就把这个时间戳转换成个标准的时间戳转换成个标准的时间 如果我们可以指定一个增量的话 我们可以获得一个下几天 或者下几周 或者下几个小时这样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T6 2 time 假如我想获得 下三天吧 我们在这乱线里看一下 我们要把eco$T6打印出来 然后我们也可以加上一回车 把标准的时间输出过来 刷新 那么我们今天是4月18日 那么往后三天呢 是4月21日 我们同样可以计算啊 可以计算 比如说我想计算一下 得到一下 再往后三个星期 Wax 三个星期的时间 对不对 5月9日 也就是说 再往后三个星期 我们这样得到了一个时间 上面得到的是它的时间戳 下面我们通过date 把时间戳进行了一下格式法输出 那么这就是 $T2 time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函数来得到 通过英文格式来得到相应的时间戳 如果我们放上 no 就可以得到我们当前时间的时间戳 那么我们也可以放入一些标准的支付串啊 比如说2003年 3月3日 是不是 就可以得到我们指定的这样的标准时间的 它的这个unit时间戳 那么同时呢 我们可以加上一些增量或者减量来得到相对的时间 比如说 我们给它加上回戳啊 I call it to time 我想得到前前20天的减20 days 是不是 刷新 是不是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时间给它格式化一下啊 Date Date 年月日 刷新 201年3月29日 是不是 前三四天 前二十天的日期 那么前200天呢 220天 是不是 我们同样可以通过它来进行计算 那么假如说 我想得到2007年的前220天 怎么样得到 再加上一个 I call it to time 再加给它加上第二个参数 比如说是2007年 嗯 5月2日 刷新 看一下啊 要放在这里啊 就得到2006年的9月24日 是不是 也就是说2007年的5月2日之前的220天的那个日期啊 是2006年的9月24日 是不是 那么可以 减一 2007年5月2日的前一天 那肯定就是得到的是2007年5月1日嘛 是不是 也就是说 str to time 我们可以给它加上一个参数 或者或者说两个参数啊 如果说我们加上多个参数 比如说我想给它 嗯 前两 前三周吧 如果我们没有指定第二个参数 它就代表以当前时间为 为基础 以当前时间的前三周 得到当前时间前三周的时间出了 那么假如说我们加上第二个参数呢 这是当前时间的前三周 假如我们加上第二个参数 比如说 啊 涂碳 参数也要是时间出了 比如说我们加上一个 嗯 20 或者说1999年的 4月2日 1999年4月2日的前三周 刷新 得到这个时间出了 是不是 那么我们把这个时间出了 格式化一下 看看 1999年的前三周是一个什么日子 date 年月 日 时分 秒 把它放在这里 嗯 没拷贝过来 还是加上一回车 刷新 1999年的 4月2日的前三周 是哪天 是1999年的3月12日 1999年的3月12日 那么前一周呢 应该是多少 我们要把这时间出还得复制过来 是不是 因为我们这块刚改时间了 我们要把时间出也要改一下 所有的时间都是以时间出为基础来进行操作的 是不是 我们无非就是把时间出转化成标准的日期 把标准的日期转化成时间出 无非就是这样来进行进行操作 刷新 那么就是4月20日之前的一周 是哪一天 是3月26日 我们可以通过对这函数 呃 增加第二参数 来设置时间的计算的基准时间 如果你不设置的话 它就以当前时间为准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几个函数啊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时间啊 是不可以更改的 是不是 时间我们肯定不能不能更改 时间只能流逝 我们不能把它修改 是不是 所以我们对时间的操作 无非就是 获得时间 把某一天的时间我获得 转化成unix时间出 或者转化成标准的制不串的时间 时间格式 年月日这样的格式 是不是 还有种呢 我们就是把标准的这种年月日的格式 转化成unix时间出 就来回时间转化嘛 时间出转化成我们可以正常阅读的 这种时间格式 是不是 还有呢 就是把我们正常阅读的时间格式 转化成时间出 是不是 然后我们计算的时候呢 就是通过时间出来进行计算 前面我们已经几个例子了 这两时间相减一除 我们就可以得到他们之间的差值 是不是 非常有时间出非常便于计算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堂课讲的内容啊 大家把时区概念领会一下 时区呢 我们的PSP默认是属于零时区 也就是说格林维治标准 标准格林维治时区 或者说通用协调时间的UTC的时区 都是零时区 那么我们本地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是这个默认时区是东八区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PSP时区进行更改 那么更改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是PSP.NI 第二种呢 我们可以通过函数来进行更改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另一个函数来获得 这个系统的时区 之后我们讲了一下 UNIC时间出的概念 UNIC时间出是32位二临治 它表示的范围是2147483648 负的到正的2147483648 那么表示的时间跨度是从1901年的 某月某日啊 这个具体我记不清了 某月某日某日某时某分门某秒 到2038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那么在一些Windows系统啊 还有一些Linux系统当中呢 它不支持这种负的时间出的表示方式 所以说我们UNIC时间出呢 计算是从 UNIC四季元年 也就是说1970年1月1日 零时零分零秒 到你指定时间所经过的秒数 所经过的秒数 我们所有的UNIC时间出都是这样来计算的啊 是从1970年1月1日零时零分零秒 是我们称为UNICS纪元时间 那么我们得通过 无论你是通过Time啊 还是通过MakeTime 还是通过这个ITR2Time 我们得到的时间都是从1970年1月1日 这个零时零分零秒 到你这个时间所经过的秒数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单位是秒数 不是分钟 不是小时 不是微秒 是秒数啊 然后我们讲了一个Time函数 Time函数呢 就是或者当前时间的时间出 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个时区 这个时间 它距离1970年1月1日零时零分零秒数 经过了多少秒 得到一个这样的时间 那么我们也看 也讲了一下MakeTime MakeTime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制作时间 如果你里面没写任何参数的话 那么得到的时间 就是当前时间的UNIC时间出 就是说你和Time是一样的了啊 那么如果说里面签入了 签入了一个时间 格式是十分秒 约日年 这样的格式 那么就会得到你 填写这个时间的时间出 然后我们也讲了一个 FTR2Time 是把英文这种格式时间 显示成 转换成时间出 自无串到时间出 是不是 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 填写英文的时间单位 2008年8 6月8日 是不是 我们可以把2008年6月8日 转换成一个时间出 我们也可以数写成这样的这种 标准的时间格式 也可以转化成时间出 同时如果我们 呃 添加了一些增量或者减量的话 比如说 呃 减一天 在这里啊 在这里吧 加三周 是不是 我们没有填写第二参数的话 那么它代表是 以当前时间为基础基因计算 也就是说当前时间的后三周 它的时间出 那么如果说我们填负的呢 就是当前时间的前三周 前三周 那么我们也可以填日啊 时啊 分啊 秒啊 只要你填写出相应的英文单词就可以了啊 只要填写当时 相应的英文单词 比如说小时 H-O-U-R-S 是不是 小时 都可以啊 天 是不是 S-E-C-U-N-D 秒 是不是 都可以 那么你就可以得到 相对于你的时间的 得到当前时间的相对时间 那么假如我们指定了 这个ITR to time的第二个参数 那么就会 不会以当前时间为基准时间了 而以你设定的这个时间为基准时间 我现在设置呢是1999年的4月2日的前一周 是不是 前一周 我们可以这样的经济计算啊 那么这堂课呢 呃 比较好理解 一个时间抽的概念 还有一个就时区的概念 再给我们讲了一个time time 还有一个是 呃 make time 还有时装图time 这三个函数 非常好理解 然后大家下课之后呢 把这好理解一下 尤其是在PLP的暗暗中 要知道在哪里进行更改时区 一定要知道在哪里进行更改时区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知道 我们虽然说这个中国国土面积辽阔 我们跨了这个五个时区 但是我们只采用的是东八区啊 东八区的时间 然后我们也一定要记住 我们如果说以后做项目或者 呃 做产品的时候 我们肯定是要 这时区肯定是要调的 是怎么样了 怎么样通过函数来调 这个函数一定要牢牢记住啊 这是你做任何项目都要进行设置的 都已经设置的啊 然后这个要记住一下 然后呃 还有一些这个时间操作的函数 好 这堂课到这里吧 然后大家下课之后呢 呃 做一下练习 然后有问题到后顿网论坛进行提交 同时希望大家将后顿网的免费视频 发布到各大视频网站或者论坛 再次感谢大家 再见 后顿网提供免费视频分享 如果在学习中遇到问题 请到后顿网论坛进行交流 也可以加入后顿QQ群 同时后顿网论坛提供高清版下载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